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圣洁的羔羊 阿们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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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 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同在 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 降下来 万国赞叹你 你是荣耀君王 天上地下 合一敬拜 欢呼耶稣基督 圣洁高雅 荣耀归于你 天上地下 再用佛祢神万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 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同在 降下来 当天敞开你的荣耀脚下来 万活赞叹你 你是荣耀君王 天上地下 特意敬拜 光顾耶稣基督 神圈高仰荣耀归于你 天上地下 在永恒里敬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交点转向你 哈利路亚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宝座前 敬拜不提醒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交点转向你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宝座前 敬拜不提醒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痛才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万国赞叹你 你是荣耀君王 万国赞叹你 你是荣耀君王 哈利路亚 万国赞叹你 你是荣耀君王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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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有你 我生命在干扰 有你 我不害怕困难 有你 我有满足的喜乐 我在身处里求告你 你在天上听我祷告 你是我坚固必难受 我在 没你直到永远 太阳还春 月亮还在 仍要尽为你直到永远 我从前 风吻有你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太阳还春 月亮还在 仍要尽为你直到完蛋 我从前 风吻有你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有你 我生命不一样 有你 我生命在干扰 有你 我不害怕困难 有你 我有满足的喜乐 有你 我在身处里求告你 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 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 太阳还春 月亮还在 太阳还春 月亮还在 仍要尽为你直到完蛋 我从前 风吻有你 我从前 风吻有你 我从前 风吻有你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我从前 风吻有你 太阳还在 风吻有你 我从前风吻有你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们平安 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再回到神的家 大家虽然在家中 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 我们今天进入我们情绪系列的第四讲 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孤独感 其实这个孤独感 因为其实在疫情当中 因着疫情大家在隔离当中 这个孤独感呢 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当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 祈求神借着圣灵 通过神的话来帮助我们 如何去在情绪管理上 如何去面对并且胜过这个孤独感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天父感谢赞美你在我们当中 谢谢你借着圣灵 借着主你的话 今天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神让我们预为我们的心 来接受神的圣灵的作为 亲爱的圣灵我祈求你 真理的灵用神的话 今天就在我们众人心中 来做翻转的工作 做医治的工作 来吸引我们众人来归向耶稣 让主耶稣我们高举你 祈求你亲自来吸引万人来归向你 主我感谢你赞美你 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感谢赞美主在疫情当中 像刚才我说了 过去无论什么年纪的人 都要面对这个隔离 过去我们通常认为说 孤独 有孤独感的人一般只是老人 上了年纪的人 因为他们进入退休 或者是身体不好的人 没有办法就是在家一个人 就感到非常的孤独 但是经历着疫情 无论男女老少 这个孤独感都在我们 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来去影响到我们 所以他们有一个名词叫做 隔离孤独感 就是locked down loneliness 今天我们要看到的 其实不会说 因为疫情我们才会面对 孤独感 其实在疫情发生之前 在一般社会里面 我们刚才说了 以为只有老人家 才会面对孤独 实际上根据调查 统计发现 很多很多的 二十多岁以下的青少年 他们是属在非常孤独的一群 一群人群 所以这个调查出来的时候 就让我们感觉到 哎呀为什么这些年轻人 他们应该是在学校也好 在哪里头 一大堆一起在一起 都有很多朋友 他们不应该有孤独的 可能调查的结果 他们分析可能 跟在这个社交媒体有关 你看现在年轻人甚至 其实有一些很多成年人也有 他们就上那种社交网站 比如Facebook Tutor 各方面的 他们在那种 那种是 媒体社交上 好像很多follow 很多跟随者 实际上 他们只是在 社交的这种媒体上 交朋友 实际上 没有更深的 与人有建立关系 再加上 这些年轻人也好 大人也好 在社交媒体上 post的 相片啊 或者写的 都是表现出 鲜美的 靓丽的 那一面 使到人不能够 真正的 把真正的我表达出来 所以造成说 就算是你当时 失落的时候 你想哎呀 失落没人感到孤单的时候 上一下社交媒体 谁知道一看到 哎呀某某人又去哪里玩了 某某年轻人又什么 做了很多酷的东西了 酷 things 所以反而觉得 并没有帮助 反而是更加的沉 更加的感到孤独 感觉上 虽然周围有很多人 但是却是非常孤独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当我讲到 孤独感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针对我们自己 不是我们自己而来 求神来 检查我们 光照我们 更求我们 尤其身为父母的 我们也来 多关注一下 我们周围的年轻人 其实他们看起来嘻嘻哈哈的 可是许多许多的年轻人 也面对 感受到这个孤独感 在他们的生命中 好 我稍微分享一下 这个寂寞跟孤独有什么不一样 很多人会把它混在一起 其实寂寞是通常人 感到寂寞的时候 因为一个人 感到寂寞 没事干 对什么东西 也提不起什么兴趣 就想找一个人陪伴 找一个人陪着来聊天 或者是就不愿意一个人待着 这寂寞的重点是在于我个人 人想到的是我个人的需要 而我希望有人来陪我 可是孤独确实不一样 孤独是缺乏人际关系 缺乏那种亲密感 是一种被分离 被隔离 被隔绝的那种感觉 所以孤独感是一种分离感 是一种空虚感 它跟环境没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即使你周遭 围了很多人 处在非常热闹的人群当中 可是你心中人就感到孤独 好像少了一样东西 少了什么一样 而这些热闹 这些人跟你好像是没有关系 你感到的是非常的空虚 非常的无奈 就是这个孤独就使到成为一个困扰 在你的思想里面 慢慢的你会封闭你自己 封闭自己 而且里面非常的痛苦 不只是寂寞 而且你感到空虚 惧怕 这就是一种孤独感在我们人生命中的一种 一种搅扰 因此有孤独感的人 即使他很有钱 他可以有很多朋友 但是他心中是还是觉得空虚 觉得缺乏 所以他会设法利用很多外来的东西来填满 他里面的空虚 甚至用忙碌来麻木自己 企图让靠自己的能力去脱离这个孤独感 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几个因着遇到困难而孤独的几个典型例子 其中我要讲的就是大尾王 如果你看大尾王的生命 他真的是高高低低坎坷的 虽然他周遭也是蛮有很多人的 可是他也经历到孤独感 他甚至在诗篇里面 诗篇二十五篇十六到十八节 他就这么写 他说求你转向我 就是求神转向他 求你转向我连续我 因为我是孤独困苦 我心里愁苦神多 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 求你看顾我的困苦 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 所以在诗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大尾面对他生命中的许多的坎坷的时候 四面为敌 或者是真的是一个人逃亡 逃离他儿子的追杀 逃离扫罗的追杀 他那种困苦跟孤独感 都在诗篇里面 毫无保留的表达出来 但你可以看到神如何的拯救他 如何的修复他 另外新约里面 当然旧约里面也有很多 我只是举个例子 但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说 他来到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 而且尤其是我们特别 我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的就是 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众人欢呼 Hos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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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anna来迎接他 可是没想到那Hosanna迎接他的人 隔一天就说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甚至当耶稣基督被捕的时候 他的十二个宁徒都每一个都逃留他 他是何等的不容易 何等的感到孤独 然后当他在十字架上 他说了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 还有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 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我们这里要明白 因为神是神圣的 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耶稣背负了你我众人世人的罪 无罪的变成是有罪的 而因着罪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就在那时刻 神不能够看 或者是不能够以耶稣亲近因着罪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当时所面对的被捨去 足智的一个人去面对的这种痛苦 所以孤独本身并不是一件 只有某一些人会面对的 时尚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迟早会面对孤独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面对 而且胜过孤独 而可是我们一般人 当我们有这个孤独感的时候 刚才我讲的那个空虚那种茫然 那种觉得没有东西能够满足我们的时候 我们人很荣誉 会找外来的东西 物质东西来满足 所以有些人他孤独的时候 他会上网 甚至购物 或者是甚至抓住他生命中 他认为他的可能是一个朋友也好 或者是配偶也好 就是说我需要你来满足我里面这个虚空 希望你能够来帮助我 来面对这个负面的情绪 弟兄姐妹我要让你知道 人不能够完全的满足你的孤独感 不能够 因为如果能够的话 好多很有名很成功的歌星也好 演员也好 他周遭人可多了 可是为什么他们面对极大的孤独 甚至有一些是自杀的 为什么 因为人没有能够完全满足你那个孤独感 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 在我们人里面就以他的形象来造我们 神造人是要我们以他同行 记得神造在创世纪 神造亚当的时候 他说这个人 那人独居不好 神造人的时候是一个群体的动物 我们是群体的 我们需要跟神同行 我们要跟人同行 所以当我们若以神隔离 这个隔离不是我们因着疫情而隔离 而是因着我们的罪使到我们隔离的 隔绝的 因为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情所做的就是逃避神 躲起来 以神分开了 这个隔绝 最使我们跟神隔绝 使到我们这个生命 丰盛生命的源头隔绝了 我们就会感到孤独 我们就会感到虚空 所以人最重要感到孤独的第一个是 以神隔绝 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神面前 但是我们是罪人 但我们需要通过主耶稣基督 再次的以神和好 恢复那个关系 也因着我们人是罪人 我们彼此会伤害 所以使到我们任何的任何人 绝对不可能来满足我里面的孤独 即使可以 无论物质也好 东西也好 只是暂时 却不是永恒的 所以我们必须首先 要靠着主耶稣基督 回到神那里 恢复神造人 那个以神同行的 那个亲密的关系 而带来的满足 带来的这个安全感 当我们要胜过这个孤独感 不只是跟 借着耶稣基督 以神和好之外 我们要记得神的应许 我们要记得神是永远 与我们同在的 孤独 虽然我们看不到神 我们就感到我是一个人 但是你要知道神不会离弃你 神没有离开你 因为在以赛亚书 四十九章十四到十六节 这么说 许安说 耶和华离弃了我 主忘记了我 那时候主的话也回答说 妇人焉能忘记 他吃奶的婴孩 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 即或有忘记的 我却不忘记你 看啊 我将你的名 刻在我掌上 你的成员 藏在我眼前 这是何等的安慰 就算是一个母亲 会忘记 她喝奶的孩子 我们的神 绝不会忘记我们 你我的名字 刻在神的手掌心上 有没有记得 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人 你要把他电话 或者名字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会把他 写在我们手掌上 因为当我们这个手掌 就会把手砍掉 不然就是写在那里的 就是在那里 我只是你要把它洗掉 所以这里是代表说 你的名字 写在神的手掌上 你的成员藏在神的眼中 神看到你 神知道你 你不是孤单的 你不是一个人他以你同在 即使你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 并不代表神不同在 记得我们上一次讲 情绪的一些事实 就是你的感觉 未必是真实的 所以你感觉神不在 并不代表神不以你同在 神实时上常常与我们同在 无论你感觉到或没感觉到 所以我们不要用凭着感觉 而是来回应 而是我们要用真理 就是神的话 去回应我们的处境 去回应我们这个孤独感 因为孤独感是一个情绪来着 是一种情感 是一种感觉 是我们选择 我们要停在那里 还是我们可以选择走出这个孤独感 是我们可以去控制 而不要允许孤独感来控制你 来挟制你 所以当我们感到孤独 感觉上我自己是一个人的 神不管我了 神不爱我 我要告诉你 这是仇敌的谎言 你要拒绝 你要知道这不是真理 这是仇敌的谎言 所以你要说 你要用真理 用神的话来抵挡 来回应你的那个感觉 不要允许感觉来挟制你 来控制你 来引领你 你要用神的话来转化你的感觉 用神的话来胜过这个仇敌的 给你的谎言 你要说上帝是与我同在的 上帝不会离开我 也不离弃我 而且上帝了解 神了解我的现在的感受 我孤独的另外一个就是说 没有人了解我 没有人爱我 没有人关心我 我自己是一个人 No 上帝明白 刚才说了耶稣在世的时候 他所面对的孤独 他所面对的这一切 他了解 他了解 上帝说我们的大祭司了解你我的软弱 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 我们可以呼求他 因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 用真理去回应这个孤独的感觉 我们要宣告神的应许 我们不要凭着感觉去回应这个感觉 而且我们是要用神的话 耶稣基督在我里面 我并不孤单 第三我们要学习独处 刚才说孤单 孤独 其实 很多次我们感到孤单 孤独 可能也是有一个时刻 是你自己一个人住 或者是自己一个人 但是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讲的 就是 独处跟孤独是不一样的 独处是solitude 孤单或者是孤独是loneliness 是不一样 独处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自己 可以自己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 我们人是需要独处 我们要学习如何独处 我们要学习在 当我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该怎么去做 我可以做 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 在疫情当中 我可以 虽然不能够出去 但我可以在自己的家中 比如喝一杯茶 看一本书 听赞美诗歌 这个独处 自己的独处很重要 要学习如何独处 另外一种的独处 是更美的独处 就是来到神面前 跟神独处 这是不一样的 是有目的的 单独的来到神面前 花时间 不一定说要大大声祷告 但是请读 祷告 自很好 但是安静在神面前 而领受神的话 默想神的话 这个独处 在我们灵命里面 是一种操练 是能够帮助我们成长的 而孤独是不一样 孤独是一种焦虑 分离 疏离的感觉 英文说 separation anxiety 就是跟人家分开了 跟人家隔离的那种 带来的焦虑 带来的孤独感 带来的痛苦 是跟独处 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独处 是一个非常美的 就好像我比个例子 我特别喜欢 我独处的时候 有的时候 如果我可以到外面 去散步的时候 当我自己一个人 在外面散步 在我们的社区 散步的时候 你没有发觉到 可能我们当中 也有弟兄姐妹 常常这么做 在社区里面 我发觉到一件事情 当我在走在路上的 有刮风的时候 你仔细地听 风吹叶子的声音 会有不一样的 当春天的时候 很多叶子 很茂盛的时候 风吹着那个树 那个叶子 发出来的声音 跟秋天 叶子开始孤干了 风在吹着 要快孤干的叶子 发出的声音 同一棵树 发出的声音 是不一样的 当然冬天 没有叶子了 风吹 就听不到 叶子的声音了 所以弟兄姐妹 这是 这是我个人独处的时候 我学习到观察 我会观察很多东西 那我在独处 我在散步的时候 我在心中 我可以跟神祷告 我可以跟神诉说 跟神说话 那感谢神 当我们安静的心 我们可以听到 神对我们说话 在我独处的时候 我一个人 可以跟神 但是我也学习 当我独处的时候 我可以安静的 在自己面前 在神面前 做神要我做的事 但并不代表 我是孤独的 因为我在一个人独处的时间 我也可以找几个朋友 来跟我一起散步 我们一起在散步的时候 我们在散步的路程上 又可以沟通 所以我们要学习 如何使用 我们一个人独处的那段时间 把它转化成是一个积极 能够造就我们的 其实在耶稣的生命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多次的独处 虽然我们刚才讲到 他有孤单的时候 但是他如何去胜过 他的孤单 其实在于他如何 花时间 以天父独处 因为我们可以看 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 这里讲到众人 当时有些人叫 拥护他要做王 这里说 耶稣皆知道众人 要来强避他做王 他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而且他在跟门徒互动 跟门徒一起服侍 医病赶鬼的时候 在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一节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来 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去歇一歇 所以在独处当中 也是我们灵里面的安息 我们学习靠近主 我们学习安静的 向神敞开我们的内心 敞开我们的灵 神是我们最好的 倾诉对象 他怜悯我们的软弱 他愿意帮助那凡求告他的人 因为神的话也说 压伤的芦苇 他不折断 江山的灯火 他不吹熄 所以我们要常常操练独处 所以死到独处 不会转变成为孤独 因为你有主的同在 你有主沟通 你跟神建立那关系的时候 你里面的虚空已经被填满 被主填满 被主的爱 主的信实 主的信实跟爱填满的时候 你蛮有安全感的 你不会需要从人的身上来索取满足你孤独的这种方式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独处跟孤独是会有不一样的 如果学会如何独处 跟神独处一起的话 我相信这个孤独感会慢慢的在你身上 不再来支配你 所以感谢赞美主 我们今年2021年1月开始 有一个新的小组叫雅歌小组 就是我们一起弟兄姐妹 跨小组的 谁愿意来学习如何安静等候神 学习在神面前来 倾听神的声音 以神独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小组 我鼓励你通过小组长 你可以知道更多关于雅歌小组的 这个活动 然后我们刚才说了 独处是需要的 但是当神造我们 刚才我说神造我们 是要我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跟人也有亲密的关系 如果你现在你我觉得非常孤独 觉得非常真的是 我就鼓励你要走出来 因为一般 刚才我说了孤独的人 他会慢慢地远离人群 当他跟人之间建立一道墙的时候 弟兄姐妹你要记得 是这道墙隔离了你跟人 但无形中这道墙也把你封住了 锁在里面了 所以我们要打破 如果我们要打破孤独 我们要胜过孤独 我们一定要走出来 我们一定要走出来 拆除这道墙 靠着主我们要拆除这道墙 我鼓励你伸出你的手来 跟人建立友调 你要伸出你的手 有的人说我很孤独 我就是一直期待人家来关怀他 但是重点是需要你愿意走出来 你愿意拆除这道墙 因为是你自己建立这道墙 你封闭你自己 你把你自己锁在里面 你要走出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拆除 你要伸出你的手 愿意跟教会的肢体来建立关系 通过小组 小组的活动 而且从1月份开始 在我们第一堂的聚会完之后 我们在Zoom上面 要有团契活动 大家一起学习 大家一起带导 我真的是鼓励你 你来走出来 在教会生活当中 你需要教会肢体的生活 因为我们人神造我们 互为肢体 互相彼此的造就 互相彼此的佩搭 互相彼此的来扶持 这是能够走出孤独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在小组里面 我们学习如何去互相的爱 你来接受人对你的关怀 第二你要学习 不只是伸出你的手 来跟人家建立友谊 接受帮助 接受关怀 接受爱 你也要伸出你的手 去帮助别人 因为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就是把你的眼睛 不再钻视在 定睛在你自己的需要 不再要求人怎么来关怀你 而是你走出那道墙 那个围墙 你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当你走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其实无形中你已经帮助了你自己走出孤独 感谢赞美主 我曾经听到这是实事的 就是有一些人他非常的孤独 那么他们自己住也好 或者是甚至就说周遭也有人住 但是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 他需要甚至付钱打电话 就是找有人在电话上跟他聊天 这是何等的感到 我感到非常的可惜跟悲伤 因为需要付钱去找一个陌生人 来跟他说话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能何去关怀人家 最简单的 现在在隔离当中 我们可以用电话 我们可以用微信 用我们的声音 用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文字去关怀 关怀我们周遭的人 我们不要忘记 有一些人他们表面上非常的 没有让你感觉到他有需要 可是可能他心中有极大的需要 如果上帝感动你 弟兄姐妹 你就跨出那一步 伸出你的手 去关怀你周遭的人 哪怕就是发一个简单的问候 发一两句圣经 你知道你的发出的问候 可能就是他当天遇到极大困难 极大需要安慰的时候 让我们每个人 不要只关注自己的需要 要等别人来帮助我们 当我们走出去 我们愿意成为神手中的管道的时候 神要通过你去祝福别人 当神在你身上通过你 祂把祂的爱 祂的安慰 祂的祝福流通到你的时候 你去祝福别人的时候 无形中你自己先得祝福 你自己先得医治 你自己先蒙福 你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并且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器皿 感谢赞美主 让我们真的是把这些孤独感带到主面前 首先只有主 虽然我们刚才说我们肢体 富向的安慰 富向的鼓励 但最重要 所有的安慰 支持跟爱都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让我们首先来到神面前 今天让我们把所听到的来一个回应 我们要回应 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当我们回应的时候 神的灵就会在我们心中动工 你愿意吗 若你愿意的话 现在来到主面前 记得主耶稣现在就在我们当中 可能没有跟任何人说 你里面的感受 但是我鼓励你 若你现在自己一个人在家 你可以开口的 你就开口 若周遭有别人 但你觉得不方便 不愿意开口的 你就在心中默默地来祷告 呼求主 那么我相信 主是信实的 祂现在就在你身边 祂就与你同在 祂会触摸你 好不好 我们大家 现在就来到主面前 要从孤独里面走出来的 首先要承认 我们需要 需要耶稣 承认自己是孤独 需要走出来 不愿意 自己一直存在 那个孤独的感觉上 好 我们来祷告 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你 神啊感谢你 爱我们每一个人 主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 神你就爱我们 神你知道我们当中 无论是弟兄 或者是姐妹 因着任何的环境 因着任何的困难 或者是受伤 主啊 就处在一个非常 感到孤独的 那个状况 还有那个感觉 感到无助 感到自己 要一个人 去面对人生 或者是家庭 各方面的困难 重担 主啊 可能感觉到 喘不过气来 或者是感觉到 无能为力 甚至感觉到 自己 非常的 孤单 主啊 主啊 你了解 了解我们 每一个人 心中的感受 主我们现在说 主耶稣 我们需要你 主我们邀请你 来进入 我们的生命 进入我们的环境 进入我们的家 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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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有孩子 家庭 说主啊 我们不愿意锁住自己 困在那里 像一个死胡同 但神 我们就向天 仰望 你是我们的拯救 主 我们把我们的孤独感 甚至悲伤 我各方面都交给你 主 我祈求你圣灵 现在来 触摸我们 每一个人的心 主 你的喜乐 你的同在 来充满我们 你的平安 超人意外的平安 现在就来 触摸我们 每一个人 主 首先让我们知道 主 你没有离弃我们 你的同在 现在就围绕着 每一个 主 你来触摸 你大能的绑壁 爱的绑壁 来围绕着 每个人 来宝宝 每一个人 有需要的 每一个人 向你呼求的人 主 你不拒绝 你爱 甚至把你的生命 已经献上了 还有什么 你留着不给我们的 主 我求圣灵将 天父的爱 大大的来浇灌 在每一个 感到孤独的人 身上 主 耶稣 谢谢你爱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在你眼中 是宝贝的 主 谢谢你 主 我们就是定义 要跟随你 我们要拒绝 抽递给我们的 一切的谎言 主 我们要胜过 这个孤独感 因为主 我们不干 不是 独自一个人 主 你与我们同在 主 你也帮助我们 走出 这个困境 困扰我们自己的 把自己封闭的 锁在里面的 主 帮助我们 能够进入 神里的家 跟肢体连结 建立那健康 充满神爱的关系 神更使用我们 我们愿意 成为你手中 一个去关怀 我们周遭人的 一个器皿 主 将你的爱 来充满我们 主 你的同在 也充满我们 主 我们感谢你 主 我们现在就领受 你圣灵的工作 就在我们当中 主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主耶稣 弟兄姐妹 你靠着信心 你就开口 开口感谢他 主 感谢你 赞美你 主 我们领受 你的同在 感谢赞美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姐妹 你要相信 耶稣垂听了 你的祷告 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当你的孤独感 又再来的时候 记得你回到神面前 学习跟神独处 呼求他 祷告 安静在他面前 听诗歌赞美 然后走出去 主动地 跟教会的弟兄姐妹 连结 主动地 不要只是 关注你自己的需要 自现在的 自怜的环境当中 而是说 周遭还有谁 我可以 用一两句的关怀 去关怀人 你就会发觉到 神是信实的 你一定会走出来的 因为耶稣爱你 我们也爱你 上帝祝福你 上帝与你同在 阿们 亲爱的安静天父 我们要为这看不到尽头的疫情 献上祷告 目前全球的新冠病毒 仍然日趋严重 依旧没有停止传播的迹象 甚至现今 已出现病毒变异的情况 而这变种的病毒 也开始散布到世界各地 主啊 我们知道 你的意念 是赐福的意念 而不是像灾祸的意念 现在 是人的尽头了 但也是神 你的起头 我们恳求主 发命令来医治 来拯救这地 只吸病毒的扩散 主啊 我们知道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你说有就有 命令就利 唯有你 能平息着瘟疫 因为你是超过一切的主 也是掌管全地的神 求主赐下恩惠 保护这地 相信你是爱我们的神 主我们感谢你 在近日科学家研发出疫苗 是你的恩典 求主祝福这疫苗 使这疫苗是安全的 且能发挥有效的功能 让全世界的每一个人 都能因接种疫苗 而得到有效的保护 阿爸天父 我们也为 在第一线工作的医疗工作者 而即需要外出上班的人 上学的孩子们祷告 祈求主保守和看顾 他们的平安 以保护的盾牌 四周围环绕 使他们远离凶恶 远离病毒 赐给他们有警醒 敏锐的心 时刻做好防护措施 在诗篇九十一篇 一节说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也必住在全能者的阴下 感谢赞美主 你的应许从不落空 以保护我们 如同保护你眼中的同人一样 天父 因疫情的严峻 使得各地 实行封锁的方式 不能有实体聚会 不能有访客 及远行等 虽然如此 求主圣灵感动 提醒我们透过各种管道 来关怀他人 并且保持紧密连接 互相安慰 互相鼓励 互相扶持 彼此带到 让软弱的变刚强 让贫穷的变富足 在主里合一 成为这世代 祝福别人的人 感谢赞美主 你是创造万物的神 也是同观万有的神 我们祈求 祢的国降临 祢的旨意 行在万国万邦 愿现今所发生的事 使全地都知道 除祢外 别无拯救 因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胜的 感谢主垂庭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让我们以奉献 继续我们的敬拜 格林多后书九章七节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 不要做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现阶段 大家可以两种奉献方式 来参与神借着教会的各种福音事工 第一种方式是邮寄 您可以将支票邮寄到教会办公室 第二种方式是网上奉献 在我们嘉绿山教会网站上 点击gib以及gibnow 链接后 会进入奉献页面 奉献页面上有一个下拉选项 请选择最后一个选项 Mandering Campus 愿神纪念悦纳 您所为他摆上的奉献 使神家有良 使福音事工成为世人的祝福 愿神为您敞开天上的窗户 请福与您 甚至无处可容 Amen 如果您是第一次观看我们教会网上直播的新朋友 您可以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点击 Welcome Home 然后添写您的联系方式 添写中文或英文都可以 我们教会会与您联系 有代导需求的弟兄姐妹 可以在教会的网站上点击Connect 然后点击Ask for Pray 以中文或英文添写您的代导请求 我们会为您代导 想在365天之内读完一本圣经吗 来参加我们的同读圣经365活动吧 计划目标 一年内结伴读完圣经 适合对象 所有的弟兄姐妹 及亲朋好友 结伴原则同性别或家庭之间的自由组合 每组人员建议不超过六位组员 使用工具 微读圣经运用软件 安装方法 向您的小组长索取 同读圣经365宣传月的电子版 通过微信或者是email都可以 用手机扫描页面中的二维码 即可顺利安装软件 具体使用方法 请到网址 wt.bible.help里面去查找 谢谢弟兄姐妹们 上帝祝福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at when we walk with Jesus, we are never alone. So I pray this week you would come closer to him. that you would sense his presence in your marriage, in your family, in your workplace. and know that he will never leave you and he will never forsake you. today as we complete our service, and I trust you've enjoyed it, we do so in prayer. would you pray now in unity with me as we pray the Lord's Prayer together? Let's pr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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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may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May he cause his face to shine upon you. May the Lord grant you his peace and fill your heart with hope. In Jesus' mighty name we pray.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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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Have a wonderful week,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gain next Sunday.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 pray and to worship God. Let's pray to you again next Sunday. Thank you. Hallelujah. 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God bless you. The Lord bless you. Hallelujah. God bless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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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命的意义 尽在这福音里 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 耶稣是生命 一切问题的解答 耶稣是生命 一切慰安的阳光 将由上变为喜乐 将惧怕变为力量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耶稣是生命 一切问题的解答 耶稣是生命 一切黑暗的阳光 阿们 哈利路亚 将由上变为喜乐 将惧怕变为力量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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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弟兄姐妹 耶稣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 祝大家在这个时段里面 有神的保守同在 我们下个礼拜见 阿们 如果您下来就能够带你 祝大家找到最后的盼望 会儿做的盼望 祝大家 我来说 你会不会有继续 你要做这些盼望 我来说 你会不会有继续 那家人 还要做这些盼望 我来说 你会不会有继续 我来说 你会不会有继续 你会不会有继续 但你会不会有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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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